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能够去掌握住每一个转折 去掌握住大盘的方向 今天这个盘它跌了多少 开盘之后就开始杀 对不对 到收盘的时候 大盘跌掉了166点 大盘指数又跌破了1万点 那这个盘之前涨到了1万点的时候 就在11月29号 完了告诉过各位 我请会员试价 把你原先的多单给卖掉 当然有些人在你卖股票的时候 可能因为之前是套牢的 所以是赔钱的 对不对 那再来要怎么做 我跟各位说 如果你把多单卖掉了 然后呢 跟着王阳去放空 然后这些股票跌下来了 是不是又开始赚钱了 对不对 请大家看下去 我曾经 在大盘涨到了1万点的时候 就在上个礼拜四 王阳告诉会员 这个盘已经反弹了一个月 那目前大盘上涨100点 指数就在1万点附近 建议手上有多单的会员 试价出清所有的多单 这个讯息有没有很明确 在上个礼拜四 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看到 王阳在大盘 拉到了1万点的时候 告诉会员试价出清多单 对不对 请问你们 现在大盘是在1万点之上 还是在1万点之下 今天大盘杀到多少 9,895点 杀到了9,895点 我跟各位说 现在还是很贵 而且现在还是很高 那么如果在1万点 把多单卖掉 接下来要赚钱 对不对 接下来如果要赚钱 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应该要向下操作 对不对 我昨天跟各位说过 我重新的开始去放空了 王阳在昨天 带会员放空哪一支股票 有没有在节目当中 公开操作 我在昨天开盘的时候 通知会员 市价放空环球金 而且我昨天还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如果你想知道 我们的会员 今天有没有赚钱 我跟各位说 今天开盘的时候 大盘是不是开低 对不对 今天的环球金 是不是开低 那今天的会员 如果赚到钱了 我告诉各位 王阳马上就让会员 获利入带 我马上就让会员 有赚钱的感觉 你把多单卖掉了 是不是有资金 对不对 而这些资金 跟着王阳去放空环球金 然后在今天开盘的时候 环球金杀到多少 340块钱 赚到了没有 我跟各位说赚到了 而且更厉害的是 王阳不是带一个会员 去放空环球金 不是带两个会员 去放空环球金 王阳带我所有的会员 通知所有的会员 都能够去放空环球金 对不对 所以只要是我王阳的会员 昨天都有收到 放空环球金的讯息 昨天放空到股票 我告诉各位 我让所有的会员 都赚到钱 对不对 因为今天的环球金 一开盘是跌到多少 跌到了340块 一开盘 我们就通知会员 既然赚到了 我们把空单获利了解 所以我一开盘就补掉了 今天我们在这个市场 追求的是什么 是价差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想要赚钱 你要思考一下 你要思考一下 在哪个位置点 朝哪个方向 哪些股票 有大钱可以赚 我在昨天去放空环球金 今天呢 一开盘就跳空下跌 能不能够赚到钱 那如果我开盘已经赚到了 我的会员要怎么样 才能够越赚越多 我跟各位说 第一件事情 是把多单卖掉 对不对 第二件事情呢 是昨天去放空环球金 那多单卖掉之后呢 有资金 放空的环球金 今天赚到了 把空单回补了 有更多的资金 对不对 所以呢 王良把环球金的空单 补掉了之后 你要听清楚这个顺序 把空单补掉了之后呢 王良今天再带会员 去放空一档新的股票 而且我告诉各位 全市场在今天 没有人可以赚得比王良还要更多 因为绝大多数的人 昨天还在追 对不对 所追的股票呢 几乎每一档都开低 可是我昨天放空的 今天在赚钱 然后今天 再带会员去放空的 我跟各位说 不可能呢 还有人可以赚得更多了 为什么 因为跌停满 最多就是10% 对不对 王良今天带会员 所放空的股票 我告诉各位 收盘的时候呢 杀到跌停满 锁钱 王良今天开盘之后 通知会员 去放空 神盾 而且你要听清楚哦 我的环球金 带每一个会员都去做 对不对 王良的神盾呢 只要你是我 王良的会员 今天 不但能够赚到环球金 而且每一个人 都能够去赚到神盾 对不对 因为呢 王良通知 我的会员都下去做 我跟你说 我是假冈 带会员 跟其他老师不一样 我让节目中所讲的 跟我做的 完完全全 一模一样 对不对 我昨天放空 环球金 在节目当中 公开操作 接下来呢 赚到的钱 变得有更多钱之后 带会员 去放空神盾 结果神盾呢 收盘的时候呢 杀到了跌停满 锁钱 你还想要再赚更多 那要等明天了 对不对 在昨天 其实呢 我就已经准备好 要去放空神盾了 我跟各位说过 放空要有价 放空要有量 放空要市场 陷入集体的歇斯底里 对不对 这一波神盾 为什么会涨 听说他有接到很多 三星的订单 可是我请问各位 三星的订单 真的是源源不绝吗 三星的订单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疑虑吗 这里有一个大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呢 手机的市场 它只会持续的膨胀 只会持续的扩大 对不对 那如果不是呢 我请问各位 如果整体手机的市场 在萎缩 任何跟手机 有关的订单 我告诉各位 到最后呢 通通会被砍 对不对 很多人 没有去想清楚这一点 所以呢 拼命的去追 拼命的去抢 包括投信也是一样 我今天就可以告诉各位 不用等到呢 法人的买卖超出来 我认为今天 投信就开始在砍 这个神盾了 甚至在明天之后呢 还会有其他间 要跟着去停损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在今年的九月 今年的十月 投信输了相当的多 所以他们的钱 变得越来越少 所以当股票出现震荡的时候 我跟各位说 当你输了一大堆 那你的钱变少了 当股票的趋势产生转折了 我跟各位讲 他们会比任何人 还要更紧张 他们会比任何人呢 卖得更快 对不对 所以在明天 神盾如果开低 我告诉各位 到底是谁卖的 你们现在应该心里有数 请大家看下去 我昨天就已经准备好 今天要带会员去放空神盾 所以你们所看到的 是王良计划中的操作 接下来神盾呢 王良今天带会员放空了之后 几乎可以说 是放空在这一波的最高点附近 对不对 收盘的时候呢 股票是跌停满的 从上个礼拜四到今天 王良所做的动作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要帮助会员 为的是希望能够让会员赚钱 对不对 我在大盘涨到了一万点之后 告诉会员 把手上的多单都卖掉 我在这个盘 还在一万点之上的时候 带会员去放空环球金 对不对 我在今天把环球金获利了结了之后 会员呢 卖掉的股票有资金 放空的环球金赚到钱 然后呢 再去放空神盾 结果神盾呢 收盘的时候跌停满 我跟各位讲 明天王良还有新的操作 明天王良还要继续的去放空股票 而且呢 我已经锁定好了 请大家看下去 王良现在 会快速集中的带会员进行放空 王良所推出的 是全新的快速集中的空单 今天的环球金开盘大跌 对不对 我们赚到了没有 赚到了 而且王良放空环球金之后 再来呢 去放空神盾 然后神盾呢 跌停满 而且我是带我的每一个会员都去操作 在环球金跟神盾之后 一支赚完 然后呢 再接着一支跌停 请大家把握在短线上最好赚 而且赚最快的操作 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来电的前十米 在封关之前 我会让你们先赚先赢 请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 没有人 像王良一样 先告诉会员 你可以把多单全部卖掉 再来把资金呢 去放空环球金 对不对 再来呢 放空环球金 赚到钱了之后 接着去放空神盾 然后神盾呢 收盘的时候跌停满 我跟各位说 我明天还有 行情在我的面前呢 简直就像是慢动作一样的清楚 所以如果你想跟着我做 如果你想要快速 想要集中的操作 我跟各位说 现在正是时候 而且呢 王良会带你们做 下一个介绍回来 到底 这个行情 有没有像王良所说的一样 陷入了一个集体的歇斯底里 到底 接下来大盘 会走多还是走空 如果你想要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全市场 头脑最清楚的古老师是谁 全市场最冷静的 股票老师是谁 当这个盘在礼拜一 大涨了249点的时候 我相信 几乎所有的头顾老师呢 都陷入疯狂 对不对 几乎每个人呢 都急了下去抢 急了下去做多 急了下去买股票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到了 美中的贸易战呢 要停活90天 因为他们看到了 这一个贸易战呢 暂时休兵 台股要拼万点 对不对 那拼到了万点又如何 拼到了万点 难道是要去追吗 还是应该要下去卖 你们再看下去 金日报说 美中贸易战的停火 是市场的大力多 接下来呢 还告诉大家 有16党大户少货 带头冲 对不对 一下子大力多 一下子带头冲 然后呢 我们来看到什么 被动元件呢 有15支股票同奔涨停满 各位想一想 那一天大盘涨了多少 涨了249点 涨到10148点 对不对 我要来告诉各位什么 大家都在消股票 大家都在买股票 是不是 我跟各位说过 大盘涨到1万点 我是建议会员 把多单全部卖掉 我是坐在这里 告诉你们的 对不对 当这个盘涨了249点的时候 我要来告诉各位 我要开始去放空了 而且呢 放空的条件呢 已经满足了 对不对 拿三个条件 第一个要有价 然后呢 还要有量 然后呢 还要有市场 陷入了一个 集体的歇斯底里 当经济日报 告诉大家大力多 告诉大家 带头冲的时候 我问各位 是不是陷入了一个 集体的歇斯底里 对不对 那249点的涨幅 我告诉你 已经没有了 你知道吗 你们再看下去 真正各位该关心的是什么 真正该关心的是 实施无薪假的加速 它创下了两年来的新高 可是有人关心吗 我跟各位说 它不过 就在这整面报纸里面的什么 一点点而已 说不定呢 你现在还找不到 对不对 是不是还找不到 大家看得到的是什么 你看得到实施无薪假的加速 创下两年来的新高吗 大家所看到的是什么 所看到的之前 这个大力多 有没有很清楚 对不对 我请问各位 我看到的是什么 我从头到尾去放空股票 都跟什么美中的贸易战 一点关心都没有 各位知道吗 你们再看下去 结果这个盘呢 涨了249点之后 再来呢 跌掉了54点 跌54点 大家不会紧张 对不对 今天呢 跌掉了166点 其实整个长期的趋势 是往下的 当大盘反弹上来之后 我们还在昨天告诉各位 只要跌破10040 9880 9700 我会一步一步的去增加空单 对不对 我的每一个操作是有计划 是有步骤的 那今天这个盘呢 跌到多少 9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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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完没了 所以现在还在9000多点 其实大家应该算很幸运了 对不对 而且你们再想一想 今天大盘跌了166点 谁才能够帮你 谁有那个勇气 在1万点之上 告诉会员 试驾 把你们所有的多单都卖掉 王良曾经在上个礼拜 是告诉会员 手上有多单的人 试驾 出清所有多单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是希望 你们能够跟着我 你把资金空出来 接着呢 我们去进行 能够更快的 更集中的一个操作 把多单卖掉了之后 王良做什么事 昨天这个盘还在1万点之上 对不对 王良告诉各位 我去放空了环球金 而且我不仅仅在节目里面 跟你们说 我去放空环球金 我还告诉各位 接下来 我在今天 还要再放空股票 对不对 明天呢 要放空的股票呢 我也已经锁定好了 我跟大家讲 今天绝大多数的人 看到美国 跌掉了700多点 看到大盘 一开完直接开低 绝大多数的人都傻眼了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赚钱 可是王良有没有 在昨天告诉各位 我放空的股票 能够让会员赚钱 告诉各位 我今天还要再赚钱 请大家看下去 我在昨天 带会员放空环球金 一下子呢 放空一张 能够赚多少 今天开低 来到340 最多可以赚2万 对不对 一张而已 放空一张而已 如果你放空一张 赚到2万 赚到了没有 赚到了对不对 大家都赚到了 对不对 王良带全部的会员 去放空 赚到了我补 我们到这个市场的目的是什么 我跟各位说 真正的目的 不是为了要做多 也不是为了要做空 是为了要赚钱 对不对 是为了要赚钱 可是我们去思考 到底在每一个 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阶段 你怎么做 才赚得快 才赚得多 对不对 做空 我告诉各位 其实比较轻松 为什么 我就等那些做多的人 互相残杀就好了 我就等那些人 去停损就好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们总是要卖的 不是吗 你再看下去 环球金 王良昨天 带婚人去放空 今天一开盘呢 跌到多少 三百四十块钱 我把空单补起来了 我知道每个人想要的是什么 就是赚钱 而且要赚钱的感觉 对不对 如果你昨天放空环球金 你今天把环球金的空单给补掉 有没有赚钱的感觉 不但有 我告诉各位 在今天呢 还会有什么感觉 大赚特赚的感觉 为什么 多担已经处理了 再来呢 放空环球金 赚钱了 对不对 把环球金的空单补掉之后 王良紧接着 带会员去放空神盾 而且呢 环球金带每个人做 神盾 我也是带我每一个会员都做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去赚到钱 对不对 你们再看下去 今天的开盘 王良带会员放空神盾 从一百八 跌到一百六十八 放空一张 可以赚到一万二 那如果你放空个三张 就能够赚到三万六 如果你放空个十张 那不就赚到十二万了 对不对 我要进行的是 快速集中的操作 我昨天 带所有的会员 就只有放空一档环球金 我在今天呢 同样带我所有的会员 也只有放空到一档 也只有去放空一档 这一个神盾 各位知道吗 我说要进行快速集中的操作 我已经在做了 而且呢 你们再看下去 神盾今天是跌停满的 想要再赚了更多 很抱歉 已经收盘了 而且最多就是跌停满 对不对 其实要去放空神盾 王良昨天就准备好了 我就已经知道了 这是我今天所要放空的股票 接下来呢 你看到神盾杀出了一根跌停满 接着呢 我告诉各位 王良现在所进行的 是全新快速 而且呢 集中的空单 快速集中的空单 在环球金跟神盾之后 一只赚完 再接着一只跌停满 对不对 王良昨天放空环球金 先把会员 手上的多单的资金 抽回来之后 放空环球金赚钱 今天赚到环球金 才去放空神盾 一只接了一只哦 我昨天只放空一档环球金 今天只放空一档神盾 而神盾呢 今天是不是跌停满 对不对 王良现在是推出 全新快速集中的空单 而且我明天 我先跟大家说 我明天一开盘呢 还会在代会员进场 还会在代会员去放空 还想要在代会员继续的赚钱 而且呢 是要像环球金一样 像神盾一样大算策赚 我告诉各位 我已经准备很久 我已经准备很久了 而且呢 我已经准备好了 各位知不知道 所以请大家要把握 在短线上呢 最好赚 还有呢 赚最快的操作 什么是最好赚 赚最快的操作 那就是全新的快速集中的空单 今天如果能够快速 如果能够集中 我的环球金昨天放空 今天开盘把它补掉 快不快 我能放空一支环球金之后 再放空一档神盾 有没有集中 如果你想要掌握住这个机会 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来电前十名 来电前十名 封关前呢 让你们先赚先赢 如果你想要 请你立刻行动 最后祝大家 未来做股票 统统都能够大赚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占卷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今天特别人 Presiden 显得结束